汪洋說我都在學廣東話,誰敢廢粵語 廣州連續兩個星期日爆發撐廣州話示威 省委書記汪洋上個月才發聲明 說要重視教化、推廣普通話 誰知道不到一個月,昨天突然撐粵語 在一個活動之後,有記者在網上發貼並且廣傳 提到汪洋又說推廣普通話廢粵語是子虛烏有 由於Post在官網論壇並且廣傳,很可信 但官方媒體沒有報導 廣州當局定性星期日的示威是非法集會 強力鎮壓,又禁止媒體再報導 汪洋突然說,有評論認為 他是擔心事件影響廣州亞運 和日後他在中共十八大上位的仕途 有網友說,別做騷擾了你